好 屏幕能看得到吗 OK的话就question里面给我打一下哈 OK屏幕和声音都OK的话我们就开始了 那首先呢还是给大家做一个风险提示 就是今天所有的PPT的内容都不涉及您自己的财务状况 以及风险承受能力也属于一般性建议 那赵丽呢就是开始之前也是跟大家来catch up一下 最近的coronavirus它的传播的情况 因为大家都很关注嘛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境外的病例啊 Top1呢还是美国 它现在累计确诊呢已经到了140万人了 那现在的新增确诊还是2万多 我记得在半个月前我做网课的时候 它好像也是2万多人 就是这个数字好像没有让我觉得它下降的很快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有几个新的国家登上了这个Top10 有那个俄罗斯还有巴西还有土耳其 对吧这些好像是我之前没有注意的国家 现在呢感染人数呢也都是有了27万 还有像是巴西的话呢已经有接近18万人的感染人数了 希望他们能够尽快有措施能够把这个virus把它停下来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嘛这个病毒的传播呢不像是打仗 好像我们一停战就经济就可以恢复了 然后呢这个地区就可以慢慢的重建了 这个疫情呢它就是像纵火犯一样 它是走到哪里点到哪里 所以说呢就是像一个轮回 这边好了那边又起来了 那边起来了呢之前好的地方也有可能又变得不好了 对吧就是四处的煽风点火特别的不好弄 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看好一点的地方 就像是澳洲 这是我今天截取的澳洲今天的新增人数情况 是只有18人了控制的非常好 而且呢就是维州和另外一个州有确诊病例 别的州呢现在在过去的24小时也都已经基本清零了 就是很不容易的 而且把那个死亡人数也控制在了100人以下 那维多利亚州最近新增的这些病例呢 主要还是因为就是那个家屠宰场嘛 大家如果有看新闻的话呢 肯定就知道就是在周二的时候 我们今天新增的17个确诊病例里面呢 有8个都跟那个屠宰场有关 里面有6个工人和两名的密切接触者 那现在呢已经到了85例 但是在周一的时候啊 就是维多利亚州的州长 Andrew他公布的那个消息 还是说我们已经开始就是第一阶段的开放了 所以说这个问题他们应该已经在 tracking已经在追踪 所以大家不用过多担心 只要还是按照政府说的做就可以了 而且呢我们GoMarket呢 也准备在5月26号的时候就开始去公司上班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啊 或者想要跟我们联系的话呢 你就可以到办公室来跟我们约个时间来找我们 面对面的可以谈一谈 我们也会给大家准备好口罩 那5月26号呢 中小学呢也都开始开放了 那一直会到6月10号 会所有的学校呢都开始上课 我们应该也是差不多的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轮班岛的状况嘛 就是四个人去第一周 然后四个人去第二周这样子 这也是我今天从那个澳大利亚的政府 他们的官网上截的一张图 我觉得做的十分的详细 而且色彩分明 这张图呢是每天都会更新的 如果大家想要去了解更多的讯息的话呢 可以登录澳大利亚政府的这个Department of Health 就是健康卫生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呢 它也有显示说大部分的那个case呢 都是从海外来的 然后社区传播呢只是占27% 然后另外的就是没有办法identify的呢 它也标的很明白 10%也不会糊弄大家说 哎呀我们这个其实没有怎么做啊 或者怎么的 我们不公开啊什么的 也没有像这样的 所以说澳洲还是一个很公开的 或很透明的一个地方吧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那个daily number 这边其实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的那个数字的下降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curve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后呢我们会跟美国去做一个对比 因为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很多周开放了嘛 那我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是美国的数据 然后右边呢是美国现在的 每天的那个新增的那个确诊病例 其实就像是我之前刚刚说的 就没有觉得他新增的病例下降的很快 为什么就已经看到很多新闻说 美国已经开始开放了呢 而且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他们到底有多少周支持开放 这是我其实是挺震惊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美国这么多周里面 其实只有三个周是保持限制不变的 别的周呢都已经开始放宽限制了 就是说让大家出去聚会 或者说去上班 或者说去餐厅吃饭等等的 现在都慢慢的开始 人们都出来活动了 相信大家如果看到中国的一些抖音啊 或者说是央视公布的话 公布一些新闻 可以看到就是美国的一些 一些民众吧 他们不是特别理智 他们会上街去抗议 包括这件事情呢 其实在上周的时候 澳洲的澳洲也发生过 就是在墨尔本的CBD 也有一些人就是出来抗议 就是想要维州政府尽快的开放 但是老外崇尚自由嘛 这也是他们的政治的体系所造成的 但是美国真的比澳洲要夸张很多 所以我们就希望美国之后 不会在第二次感染反弹吧 我们只能finger cross 祈求上帝 不要让他们就是增加 再增加很多就是确诊病例 然后拖累他们的经济 因为他们的经济一垮 澳洲也不会好过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澳洲和美国的 他们的那个股票的走势 都比较接近 那说完疫情 我们也来看一下 今天比较火的一个产品 就是澳元对纽元 对不对 今天很多客户都来问我 就私信我说 Joy这个澳纽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 我知道大家肯定都很惊喜 就是下午一打开账户 怎么赚了这么多钱 这真的是我的钱吗 是的 大家其实要感谢新西兰联储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新西兰联储呢 在上午就是 发表那个新闻发布会的时候呢 就说他们预计呢 新西兰2020年第二季度的GDP 可能会萎缩21.8% 也就是接近22%了 这其实是一个很严重的数字 就接近四分之一的GDP 可能会被压缩 然后之后的话呢 那国民的经济 或者说生产力啊都会下降 会造成很高的失业率 那因为如果说GDP 萎缩了这么多的话呢 那失业率可能也会相应的降低 这么多 对吧 保守估计可能至少也得有 15%到20%这样了 就是一个恶讯循环 那接下来呢 新西兰的联储又说 它准备进一步下调现金利率 就是现在新西兰的 那个现金利率呢 其实跟澳洲是差不多的 都是0.25%嘛 但是新西兰联储呢 在今天就表示说 他们可能进一步下调 也就是说 它可能把它变成零 或者呢 甚至是负利率 对吧 那这样子的话呢 那就对新西兰的这个纽币啊 造成了很严重的打击 首先就打击了他们 他们本国人民的自信心嘛 也打击了很多海外投资者的信心 就觉得这个新西兰这个纽币 肯定就不值钱了 因为它第二季度呢 可能就是表现会很差 那在新西兰啊 就是纽币继续走弱的情况下 澳币如果不变的话 那澳币对纽 NZD它就会继续走强 我们也可以看到 现在就是澳纽的走 澳纽现在的价格已经到了1.075了 就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当然大家也要注意它会不会有获利回涂啊 或者是冲高回调 如果只是做一波短线的话呢 我觉得今天这差不多得有1.4%的涨幅 应该也是够了 那我们说完了就是新西兰嘛 我们来看一下澳洲 为什么我 为什么就是在新西兰 就是纽币大跌的时候 澳币还是这么强势呢 我们还是要看一下 就是澳洲现在第三个月的这个balance of trade 然后澳洲会不会有继续下逃利率的这个可能性 对吧 我在那个4月24的那个广播的时候呢 跟大家说了一下 就是澳洲三月的零售额暴增 然后可能呢会扭转第一季度GDP的紧缩 也就是说澳洲可能不会进入contraction 可能还是一个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 那在经济正增长的情况下呢 就是澳大利亚的澳联储呢 就不太可能说我们会继续降息 反而呢会选择继续维持这个利率不变 这就是为什么澳币相对于新西兰的纽币 现在是更加强势 而且要强势比较多的一个原因 那我们可以看到左边 就是澳大利亚三月的商品贸易形势呢 已经明显好于了服务的贸易 那商品贸易呢 三月环比大幅增加了22%到354.27亿澳元 那进口呢也环比增加了1%到了252.88亿澳元 但是三月份的服务贸易出口呢 下降了9% 进口呢则下跌了19% 就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lockdown了嘛 我们现在墨尔本已经封城了对吧 澳洲或者说上个月都已经是封城了 感觉可能澳洲的经济要不好了 可能我们的GDP要下跌很严重 但其实可能并不是这样 因为澳洲呢澳洲人呢特别喜欢出去旅游 我们如果看一下澳洲的这个服务业啊 或者是旅游业的话呢 就会发现其实他们往年来说呢 都是支出比收入要多 所以说呢虽然呢我们是lockdown了对吧 我们不能够出去 然后呢别人也进不来 但是综合下来下面来看 居然还是我们获得了贸易顺差 也就是呢我们本来出国呢 可能澳洲人会在海外花掉15亿 然后收进来呢可能收个10亿这样 所以说一直就是一个贸易逆差的情况 但是现在呢因为澳洲人出不去了 我们反而有了贸易顺差 这就是一个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个点吧 那从商品类别来看呢 澳大利亚三月的那个农产品的出口呢 是增加了7% 而非农产口的出品呢增加了15% 那非农产品的出口呢 其中有包括铁矿石啊 或者说是一些矿产 那些出口幅度呢是增到了32% 而像是煤炭啊或者是焦煤 这类产品的出口呢也增加到了6% 那包括像是澳洲嘛 被称为羊背上的国家 那它的羊毛和羊皮的出口也增加了28% 那澳洲作为一个农业大国 谷物的出口也有所增长 增长了9%这样 这也就是澳洲三月贸易云余的所有的来源 是比上个月呢是高了很多了 而且是被澳洲称为呢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贸易顺差 是不是很奇怪 就澳洲这个国家的确是让人觉得有点吃惊啊 就是08年的时候呢靠着中国的铁矿石度过了金融危机 然后今年呢可能也是靠着中国的铁矿石继续度过了这个疫情 我们之后也会说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澳大利亚对中国是怎么一个情况吧 那澳大利亚呢对中国呢今年的就是年出口额创下了历史新高 到达了1500亿澳元 上升了21% 那澳大利亚呢对中国的出口总额也占到了澳大利亚总出口的38.22%了 澳大利亚对中国的年进口额呢相比前月呢是 是略微下降了一些同比下降了0.2% 这些数据好像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因为变化不大 那目前呢澳洲对中国的进口的总额占到澳洲进口的25.24% 相信大家最近有看到就是因为澳大利亚的政府老师就是跟风美国嘛 所以大家都很担心是不是未来中国就不再往 澳洲就是不再从澳洲进口铁矿石啊 或者说会不会去巴西啊去进口铁矿石然后取代澳洲现在的地位 或者说是一些农产品啊也不从澳洲这边进了 或者说两国的关系搞得很僵等等的 这些都是我最近听到比较多的大家的concern 但是从数据告诉我们好像暂时没有这样的担忧对不对 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呢不能够光看新闻去看政客说什么 而是呢要看他们实实在在是怎么做的 那我们从这些数据上来看呢还是能够看得出中国和澳洲呢是非常好的贸易伙伴 然后大家都有很紧密的联系 不可能就是说擅自啊不可能说轻易的吧轻易的替代掉对方的位置 包括巴西呢我们刚才也看到就是巴西现在他的那个疫情的扩散也比较严重 他可能也是面临着停工的风险 如果说他按照正常的规律来说他要停工一到两个月的话 那这一部分的缺口呢肯定是要由澳洲去补上的 因为澳大利亚呢作为一个铁矿石的出口大国 肯定是要为中国就是填上这部分的缺口 那除了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些通用的商品之外呢 澳大利亚三月份还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增长 那就是黄金的出口 是上涨了225% 也就是翻了2.25倍 到了36亿澳元的这样子的一个高度 那黄金的收入大幅增长呢 主要是受到香港和英国的出口的推动 因为香港和英国呢都是黄金的 比如说呢处理啊储存大国 但是受到疫情的影响 他们这两方最近呢都暂停了一些港口的运营啊 所以说没有办法把这些实物的黄金 送到纽约的那个纽约期货交易所 去进行一个黄金的现货交易的交割 对吧这个是我们之前在三月底的时候呢 我也跟大家做网课的时候讲过 就是为什么期货的价格呢 永远是比现货的价格要贵这么20块钱 这其中是有道理的 就是因为呢就是黄金去现货去交割的时候呢 需要从纽约的那个伦敦的贵金属交易所啊 去坐船对吧 然后运啊运啊运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纽约交易所 然后去进行一个实物交割 那中间呢就会有产生的这个运输的费用 那差不多就是20多美金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一个波动的差值 所以说就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价差 那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呢就是大部分的美国的那边的订单呢 都交给了澳洲去处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澳洲最近那个Purse Mint 肯定就很忙嘛 那如果在澳洲去过Purse的话 应该去参观过那个造币厂 就澳洲特别有名的一个造币厂 那边是专门去制造处理黄金的 那应该Purse Mint大部分澳洲的出口的黄金 都是由Purse Mint制造的 那说到铁矿石呢 我们也正好说一下FMG 对就是我三月中的时候 有跟大家提到过这家公司 但是当时呢没有很仔细的跟大家聊 为什么我推荐这家公司 我当时呢只是跟大家初略的讲了一下 就是说它背后呢有很强的中资背景 也就是说它有很多中国的项目 那中国呢其实接了很多海外的项目 像是美国的大桥啊 或者说是欧洲的一些铁路的建设啊 等等的其实都是需要铁矿石的 那这些铁矿石呢 其实就是从澳洲出口的 所以说中间有这个联系存在 那当时价格呢是10块6左右 那现在的价格呢是到了12块1毛4 那两个月的时间呢上涨了15% 那我也知道我的几位客户啊 是在9块多的时候抄进去的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跑啊 那差不多也就是这几个月 有35%的盈利到手了 我们当时呢也一起研究过这家公司 那这家公司呢 现在的年股息分红呢 是高达8.26% 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啊 甚至比在银行之前的还要高 因为银行之前嘛 像是NAV啊 或者说是Westpac啊等等的 他们的年股息率可能只有6% 当然了这个FMG的 他这个提高股息率的 这个提高派发的股息啊 也是最近才刚刚开始的 并不是说他之前也是 一直这样派发这么高的股息 当然他之前的价格也没这么高嘛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之前的价格 一年之前他可能也就才4块钱左右 那现在呢已经有了12块钱了 所以说他这个股息啊 会随着他的价格而波动的 如果说他的价格继续增长的话呢 我预计他的股息呢 也会继续增长 在股息率的话呢 可能也就会保持一个不变的态势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FMG这家公司 他主要营业的业务 我这里面就专门画了一条红线 就是说FMG与中国的客户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 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 他其实这铁矿石挖出来 他也是不太筹卖的 他总归是有那个中国海运铁矿石 铁矿石给他托底的嘛 对吧 因为他是他们17%的供货商 那我最近看了一篇报道 也就是FMG的CEO Elizabeth在接受AFR的采访的时候呢 他告诉了一下 他未来的这一年 对铁矿石 包括他们自己公司的看法 那我也就在网课里面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因为AFR是需要大家去花钱去订阅的嘛 如果大家是一个资深的股票交易者的话呢 我也建议大家去订阅一下 因为真的是消息很及时 而且很有用 那这个采访里面呢 就说到了 Elizabeth觉得呢 他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复苏 中国对城市化的大发展计划 将会长期支持铁矿石的需求 而且呢 由于巴西现在供应链的中断 那中国港口的铁矿石的库存 已经从2018年3月的峰值 1.6亿吨 下降到了现在的1.16亿吨 这就给了FMG一个很好的机会去弥补巴西产能所产生的空缺 那一般的情况 一般的公司呢 在这个疫情的情况当中呢 能够维持不下调自己2020年的盈利预期就不错了 更不要提给自己提高产能目标了 对吧 可是最近FMG刚刚公布的一个消息呢 就称他们要 他们要提高自己2020年铁矿石的出口目标 那我也就回过头去看一下他们之前的目标是多少 之前呢 是差不多给自己的定的目标呢 是2020年生产1.70到1.75亿吨 那现在呢 提高之后呢 他基本上呢 就能够保证能够2020年能够生产1.75亿吨了 并且有可能达到1.77亿吨的目标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嗯 那其实也说明他们后台比较硬 对吧 而FMG呢 下一步的目标呢 可能是扩大他们自己的产品种类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像是BHP啊 和Riotinto这类的澳洲大企业啊 大的铁矿石企业 他们走的道路呢 就是一个分散投资的一个套路 对不对 第一开始呢 可能大家都是铁矿石起家的 可是之后呢 我又买一点铃矿啊 我又买一点铜矿啊 我又买一点铁矿啊 或者说我这样 但是我这是 我这是随口一说的 他可能还会买一些天然气啊 或者能源之类的 去分散自己的资产配置 做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投资组合 那降低自己呢 在应对单一事件的风险 这个问题呢 我在上一节的网课中 也跟大家强调了好几次 就是投资千万千万不能够 只投一个产品或者只压一个公司 这是特别危险的 因为呢 就是如果说啊 一有什么情况 是单一风险的话 对你造成的影响就会变得特别大 而如果呢 你去改投三到五个产品的话呢 那你就会有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资产配置 这样子呢 在单一事件来袭的时候呢 可能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下跌 或者说呢 会更加稳定一点 甚至有些时候呢 可以做到不亏 甚至小赚 这就是资产配置能够给大家带来的一个好处 所以大家有时候不光可以看看外汇啊 也可以看看股票啊 黄金啊 或者说是一些指数之类的产品 那我们再来看看FMG 它现在的一个图形分析 对之前 它现在呢 其实已经涨得挺高 特别是今天 它上涨了接近4%了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不太建议大家去进场 进场去追涨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通过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 它下面那个蓝线组的位置啊 差不多是在11块附近 那大家呢 可以考虑 如果说有机会 它跌到11块附近的话呢 那大家对铁矿石 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和基础建设 都有信心的话 可以去考虑酌情的去配置一点FMG 而且呢 它的股息率也比较高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吧 也比较稳定一点 那如果呢 我觉得它非常有可能 也会在短期之内呢 去冲击它上面一个顶 可能呢 就是在12块9左右的那个位置 如果说冲破了呢 它应该就是会冲到13块以上了 那说完了FMG 我们也来看一下 我们上一节网课中提到的 一个Vacinity的公司 那它呢 就是做那个零售 零售地产行业的 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呢 就是Emporium 或者说是Borks Hill的 Shopping Center 或者说是Chaston 都是它旗下的 In case就是 万一如果大家没有听过 上一节网课的话 就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公司的背景 那我在上一节网课的时候 也跟大家说了 就是Vacinity这家公司呢 它在1块4毛8 有个比较强的压力区 那现在呢 可能它就会在那里 平凡的就是碰到之后呢 又可能会 没有办法冲上去 我们来看一下 它现在的走势 的确是又冲了一次 1块4毛8这个位置 然后呢 又不是很意外的 又掉下来了 那其实也是在走一个 收敛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说呢 它有办法冲破 这一部分区域的话呢 那它就是 应该就会 如果是往上冲破了 这个1块4毛8的这个压力区的话呢 它就会向上冲击 上面一个维加夫隧道 也就是在1块9的那个位置 那当然了 相反的如果说 它没有办法在这个位置站住 或者说掉下来的话呢 下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 1块4的 1块4的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它很有可能呢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回调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包括就是MACD的 它的那个买盘呢 其实这个能量柱 也在逐渐下降 我们可以 如果想要入手的客户呢 可以先等一等 然后看他到底怎么走 然后再做决定 应该就是这个礼拜 到下个礼拜之前 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走势 说完两只股票 我们来看一下黄金最近的走势 黄金呢 其实跟大家也 就是每节网课都会提一提嘛 那上面的上次的两节网课 都跟大家说 黄金可能会持续震荡啊 它也不会就是说大涨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MACD 现在之前是香蕉了嘛 对吧 有个死差 所以说现在我们可以 回过头来看一下 它也的确是没有涨 而且就是只是在这个区域之间徘徊 但有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现在的卖盘的力量呢 虽然说不是很强 但是毕竟也是就是卖方 可能要比就是买方要多一些 所以它的价格都没有办法 有效的突破上面的高点 那我们从图形的那个柱状图来看呢 也可以看得出来 它现在的这几个价格呢 也是一个比一个低 对吧 那个每个高位呢 都没有上一个高位低 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信号了 所以现在我不会跟大家说 应该进场去追涨啊 或者说买涨黄金啊 黄金一定能大赚啊等等的 就也不会这样去跟大家说 只是说现在呢 去追涨有一定的风险 好 那目前呢 在1683的底部就很明显 如果说您想要去做一个波段的话呢 可以在1680设置一个止损 以防它万一真的往下破了这个位置之后啊 可能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回调幅度 好吧 还有另外一种比较保险一点的做法呢 就是在这种行情下面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挂单的操作 就比方说分别呢 是在1680以下呢 挂一个突破做空 然后呢 在上方的某一个位置 再去挂突破做多 也就是说如果说呢 它真的是跌破了啊 我们下方的这个阻力位的话呢 我们可以进场去追空啊 就是如果说它从1680回 excuse me 回调到了1650这个位置的话呢 那我们中间呢 就可能会有30美金的利润啊 去打个比方 大家可以用这种操作方式 那这样的话呢 就不用一直等 就看着自己的单一直在那波动 对吧 时亏时盈 时亏时盈的 也不用付那个藏息费 就如果说它有一个 大的单边行情的话 我们就能够比较有效的把握住 当然这个方法也是有缺点的 就是需要大家都 更加有耐心一点 因为它这个行情 不一定会在什么时候出现 就得要一直等 一直看 一直等 一直看这样 那说完黄金呢 我们来看看美元 因为黄金和美元呢 其实都是属于避险的货币嘛 对吧 避险属性的产品 不一定是货币啊 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近美元的走势 也是跟黄金是 很惊人的相似吧 因为黄金和美元嘛 其实它的走势 一直都是相反的 因为两个就像是一个 substitution 就是替代品 如果说我有了黄金 我可能就不去买美元了 那如果说我有了美元 我可能就觉得黄金 没有这么必要了 所以这两个呢 其实是一个竞争关系 就是如果说黄金涨了 那美元肯定是跌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真的是这样 我特意给大家做了一张图 大家可以看得到吗 就上面呢 是美元 USDollar 然后下面呢 是黄金 我分别挑选了几个时间节点 分别是3月9号 3月20号 3月30号 4月6号和4月14号 之后的话 它可能就没有这么明显了 大家应该看得比较明显吧 就是在黄金下跌的时候 美元是上涨的 然后在美元下跌的时候 黄金是上涨的 只是它的上涨和下跌的幅度呢 会有所不同 所以在之后的几波 就是它们之间应该产生 比较明显的联系的时候呢 我们看得不是这么清楚 那肯定也会有客户会问我 就是为什么呢 黄金包括美元的走势 好像呢 是在3月20号之后 就明显的被压小了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一开始它的波动呢 是比较大的 之后呢 它就变得 振幅就变小了 大家会不会觉得有点奇怪 那其实呢 我在网课中也跟大家说过 就是美联储呢 是跟9家央行建立了临时的美元的 流通性互换协议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为了压低它自己美元的这个价格 而去跟几个央行 像是澳大利亚 或者说是欧洲的几个国家 或者说是日本和韩国 去签订一个协议 就是说呢 你们可以用你们现在的本币 去来换我的美金 那我美金呢 就不用再像之前那样 一下子涨到103 然后呢 我就可以把我的美元的价格压下来一点 因为美国其实并不想自己的美元这么高 因为如果说自己的美元这么高的话呢 那它就可能会导致更多的一些公司去破产 因为很多跨国企业啊 它在别的央行借的那个货币 它不一定是本币 它有可能借的是要还美金啊 或者是什么的 所以说如果说一旦美元呢 增值如此快的话呢 那就会导致他们这些公司啊 就更有可能去破产 或者是还不上 而导致一个信用违约 这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美国呢 为了压制自己的美元的价格 而跟九个央行呢 去建立了这个互换协议 那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之后呢 美元的一个波动 明显的就被美联储给压下来了 对吧 就是在一个很小的区间内 波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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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进了一个电话 那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就是美元之后可能会有的走势 因为它之前呢 都是在一个区间内震荡 所以说我也就是 划了一个区间 然后可能它现在会是一个下跌的趋势 那如果是它这个礼拜呢 可能会走出这样子的行情的话 那反观黄金的话呢 那黄金有可能会有一个 比较小的一个拉长 对吧 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 它们的走势呢 其实是相反的 但是啊 我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做这个USDollar了 因为呢 它的盈亏比 现在这个价格进去呢 不是很划算 因为它 现在是100 那如果说它跌到99的话呢 我们可能会赚一块钱 那如果说设止损的话呢 可能就是设在100 所以说是1比1这样子的一个盈亏比 当然这也要看您自己决定 如果说您觉得概率比较高 可能性比较大 那你也可以去这么做 对吧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呢 也有说到就是欧元对美元的这个走势 也是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收敛三角形 当时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去挂 那个突破做多或者是突破做空的单子 就比较简单了 那的确是回过头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啊 就是在 它这个走势啊 就是欧元突破了之后呢 的确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上涨 差不多是1600点 然后呢 是在维加斯隧道那边呢 遇到一个比较强的阻力 然后之后就收下来了 那所以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其实去看图形呢 去找这些收敛三角形 去做一个交易的话 应该是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而且也不用您花很多的精力 去做这个交易 如果说您自己对能够设置好止盈和止损的话 对自己的这个盈亏比有一个概念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么难的 那当然现在啊 这个欧元它肯定走势已经变了嘛 它可能是一个水平整理 那一旦等到它这个收敛三角形突破之后啊 我们就不再试用了 当然每个人其实画图形的时候啊 都会有自己的方法 也不一定就是我画的 一定就是对的 那您之后呢 也可以通过您自己在交易中的经验和总结 然后去看一看怎么画 才是准确率最高的 怎么画才是最适合您自己的 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我自己一直很喜欢的这家公司 也就是线上旅行公司webjet 我在我自己的网课里面呢 就是说了好几次这家公司 因为它有比较好的一个 那个wholesale的业务 是我最看好的 那它礼拜一的时候呢 在维多利亚州政府公布了 第一阶段禁令解除的同时呢 它也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上涨 单日最高的涨幅呢 有24% 当然现在也是有了一个小小的回落 但是也是保持在了3块2以上 所以这家公司呢 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自己呢 也没有把它说全部跑掉了 当然我 因为我可能会一直等它到6块钱 或者是等到它到9块钱等等了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对它比较有信心 但是如果说您对别的一些公司 更加有信心的话呢 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YouTube下面留言 或者是跟我们的小助手联系 那其实今天的一些内容就到这里了 那我之后呢 可能会做一个专栏 去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去做一个软件的应用 还有一些就是什么是挂单啊 或者是突破限价啊 对突破限价和那个突破多多是怎么做的 那大家有什么问题 的话可以打在评论区 谢谢大家 我看一下大家问的比较多的是 也是做天然气和石油的 其实按照JKy的话来讲 就是现在的这些能源公司风险都比较大 但是巴菲特大家如果有看到 请大家多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好了是吧 OK了 OK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去添加这个双轨吧 就是很多客户都会问我们的小助手啊 怎么去加这个两条线 我们可以在这里的Market里面去搜索一下 中间有个Indicator 然后就可以把它放大一点 然后这边就可以看到有一个Traditional MACD 所以说大家点这个就可以了 然后有个Free 就是Download完之后呢 它就会显示在这边 Market 然后里面就有个MACD 然后把它拖出来 然后它这个Signal的线呢会比较浅 所以我一般会把它调成一个Dark Green 然后就OK 它这边就会又出来一个 就是这个 然后说到画家的话呢 有一些客户一直会有点不太明白 这几个挂单是什么意思 那我们在选择自己的产品的时候呢 因为现在的那个股市已经关闭市了 所以我就选一个澳元对美金来试一下 然后右击 然后点New Order 然后这里呢有个Market Execution 其实呢就是一个限价执行的一个操作 那在这个Volume里面呢 也就是我们要下单的手数 我们可以选择0.01 或者说是0.1 然后这边就会有显示 我们买入的金额到底有多大 那就是1000澳币这样 接下来再设置一个止盈或者止损 如果说我们觉得澳元现在买涨的话 那我们可以设置在0.64或者是62这样 然后包括止盈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在0.66或者是68这个位置 打个比方 然后右边呢就是一个买涨 然后直接就买进去了 那如果我们要挂单的话呢 就在这个Type里面呢选择Pending Order 我这个是英文版的 如果大家是中文版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这里是挂单 那语言的话呢 一会跟大家说怎么调 然后有买入限价 买入限价的话呢也是一样 需要大家自己去输入一个Volume 然后呢下面输入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价格 比方说是0.60或者是0.62 这些都是举个例子的啊 然后下面再设置一个止损和止盈 然后这边呢就会有一个到期日 可能呢是GTC呢就是说它会一直存在 那我们点个Place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买入限价挂单的一种操作 我们可以在Trade这边看到下面有一单 那像是我之前说到的那个 那个突破做多和突破做空啊 也就是Buy Stop和Sell Stop 也就是说如果它这个价格跌破了某个价位 我们的系统就会帮您自动卖出 或者说呢是它在比方说一个收敛三角形里面 它是上涨冲破了某一个价位 那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去自动呢 去做一个突破做多 或者是自动帮您去买涨的一个操作行为 那比方说我们一样还是拿澳元举例子 那价格的话呢我们就设置在0.65 因为它这个突破做多的这个挂单啊 一定要比您的这个限价要高一点 也就比右边这个价格要高 它才能够 OK 可能还是太低一点 啊 这下好了刚才可能 系统突然自己 我刚才可能网断了或者是这么的 它就没办法去Place 那我们这边点一个Place 就能够去做一个BuyStop的一个 一个突破做多的一个操作 啊知道了 Take Profit 可能刚才没有把它取消掉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呢 就会分别有两条绿线 就是我们刚才挂的两个单子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啊有客户 有朋友问就是BuyLimit和BuyStop有什么区别 就是BuyLimit的话呢 是买入限价 那我们设定的这个值啊 一定是比现在的这个限价要低的 才能够做买入限价 那BuyStop的话呢 只有在它的我们设定的价格 比现在的价格还要高的情况下呢 才能够做BuyStop 也就是说突破做空 它的价格呢 只有在冲破上面的某一点之后呢 我们的系统才会帮您去自动买入 就是这两个差别 然后关于一些比较常用的一些交易指标呢 像是RSI MACD 我们刚才有说了 怎么去在市场中添加 还有像就是维加斯隧道和GMMA等等的 大家都可以去联系我们的客服小助手 我们有做好一个 就是template一个模板给我们的客户 就是大家直接就是拿到这个模板之后呢 到电脑上去安装一下就OK了 就不用大家再像我们之前这样 一根一根的线去填 因为这个GMMA它有很多条线嘛 去填的话可能会花一段时间 就是只是呢 这个MACD啊 大家是需要到我们下面的这个market里面去添加一下的 再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market里面呢 选择这个indicator 就会看到第一行有个traditional MACD 然后呢就点进去 然后旁边有一个free 因为我这已经装过了 所以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点这个free 它就有个install 就是安装就好了 它这个软件呢是免费的 如果说大家想要一些更加进阶的一些指标的话 我们也可以看到下面有个什么swing3 它是有它是要付300美金才能够使用的 它有一些别的一些奇奇怪怪的 大家自创的一些指标 有兴趣的话可以研究一下 都很有意思 之前我看到Jacky用了一个指标 它是这样子 它是在那个 在图表上像是有一个光在闪一样 那是显示交易量的 原油的空单 看您是要挂什么空单了 是买 是做空限价 是sell limit 还是sell stop 然后也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些指标我们该去怎么看它 就MACD的话呢 主要呢就是要看它有一个零轴 然后呢它有两条指标线 然后在零轴上方呢 就是有绿色的柱子 然后零轴的下方呢是红色的柱子 这些分别代表了什么 那上方的这些零轴上方的绿色的柱子呢 就代表这个买方的力量有多强 如果说它买方的力量很强 那它的价格呢很有可能就是上涨的 那如果说呢 它现在这个能量柱啊 是在零轴以下的话 那它就是红色的嘛 红色的说明它现在卖方的力量呢 比买方要强 那很有可能接下来它的价格呢 会是下跌的 当然这只是MACD的一个用法 那MACD呢 其实有很多的用法 我们看到它这两个线 也可以看得出来 一般呢 在这条线 在下方上穿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称之它为一个金差 也就是代表着价格很有可能 在未来呢实现上涨 那像旁边呢 比方说在这边有一个死差 那就说明它的价格 未来有可能下跌 刚刚也有客户问这个 澳元对美元的走势 那如果单从MACD的走势来看的话呢 我可以跟你说 现在澳元的买方的一个力量呢 是很衰竭的 很弱的 然后很有可能呢 之后MACD会往下 也就是说 澳元可能会下跌 会经历一波回调 那其实呢 它上面的这图表中的 几根绿色的线啊 就代表着它的那个divergence 就是它的一个背离 一般价格的背离呢 会导致它的价格 不按照我们预期的去走 当然这个以后呢 可以大家自己去研究一下 就不在这细说了 我们再看一下RSI RSI呢 其实是个超买超卖的 一个强弱指标 对于大家去判断 买方和卖方的力量 是很重要的 就可能比MACD 更加直观一点 一般说呢 当这根线呢 低于20的时候呢 就是属于一个超卖区 也就是说 现在的市场情绪啊 投资者太恐慌了 或者说是太看空 太过看空一个产品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绿色的线啊 就会到20以下 那如果说在这边呢 是到了一个80 或者是70以上的话 因为每个产品都不一样 所以呢 我有些 所以说我在它这个RSI的设置上面 就是加了一个80和20的线 就把它的一个界限拓宽了一些 那如果说呢 是澳纽 对澳币这个产品的话呢 到70就算是一个 它的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 当然像Afterpay这种公司的话呢 它可能80都还不够 它够的啊 那我们就按照这70的来看 如果说它冲破70的 这个超买的区域啊 就代表投资者太过追捧 这个产品啊 那它之后的未来的价格呢 可能会有一个回调 回归到它一个正确的一个价位上来 这就是RSI的用法 我们通过看 判断它在这个 它的这个线 在它20 在20到80这个区间里面的哪一个位置 来判断它之后未来的走势 那当然RSI有一个坏处 就是不能判断单边的大趋势 比方说在这一个行情当中 澳元一直在跌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RSI呢 已经借出到20了 但是它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 有一个大的回 大的反弹 反而是越跌 继续跌 一直在触碰这个 20的一个超卖线 所以啊RSI这种指标呢 在一个正当行情中 可能是比较好使的 像是这一块区域 正当行情中 可能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在大的单边的行情当中呢 它就没有办法这么好使了 所以说大家如果是单一的用一个指标 肯定是不够的 那我们也一定要 其实这些指标呢 能够帮助您的呢 就是在你判断一个大的趋势之后呢 帮你设置一个止损或者止盈 他们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指引吧 因为有些时候呢 其实止损和止盈 大家都不太好设 对吧 因为不知道是我们现在这个价格 应该高多少个点 或者是低多少个点去设置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借助技术指标的作用了 像是用维加斯隧道 或者说是顾比复和移动平均线 都是一个比较好的 去用来设止损和止盈的一个参考 请不吝点赞订阅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 这个顾比复合移动平均线怎么设的话呢 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它的一些MA的那个数据 如果您不太想自己去 一根一根线去设置的话呢 您也可以就是微信我们的客服小助手 然后呢我们会发给您 您扫一下这个二维码就行了 大家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就打在那个评论区 有客户问Afterpay今天怎么不跌反涨 其实就像我刚才跟大家说到了 像Afterpay这种公司它的波动比较大 所以说它的价格呢 在接触到80这个超买线 它也不一定会下跌 有些时候呢 它可能是频频接触之后呢 它才会有一个下跌的一个走势 那如果说您想要去做空 Afterpay这个公司的话呢 您可以再等一等 因为一般啊 您可以看一下 从之前的几次来看 它有打到80的这个线之后呢 它都是会有一个小回调 包括在这边 在这边 打到了之后呢 虽然说一开始啊 没有就是往下跌下去 但是在最后一个峰的时候呢 也没有超过这个80的一个指标线 有一个横盘的过程 然后之后开始了下跌 所以说这一次Afterpay 也有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它可能会横盘 或者说是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够完成它的一个下跌的走势 我们再找一个例子 像是之前这边有打到80 然后又下来了 但是我们在做空的时候 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它现在的这个价格 是不是在顾比复和移动平均线的上方 如果说它是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位置 或者是刚刚开始上涨的一个趋势的话呢 就不太建议在那个位置去做空 美股常见的个股 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就是微软 如果说您想要看到股票的报价的话呢 需要在您的climb portal中注册 就是订阅一下我们的澳股 然后就可以看得到了 WTC就是做物流的那个 物流解决方案的一个 物流软件的一个供应商 这家公司我一直都比较看好 因为它未来可能能够帮 帮助很多的一些公司 跨国公司 特别是做进出口贸易的公司呢 去节省一下它物流上的开支 那肯定是要靠WTC 他们设计的软件去完善这个方案 但是您要想一下 就是物流未来的发展点在哪 然后它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 因为我对这个公司 没有做一个很细致的了解 包括就是大家一直问的STO 我也没对它有一个很深的一个了解 我也没看过它的财报啊 或者是什么 所以我也没办法跟大家讲 但是物流这一块呢 我是挺看好的 但是具体未来的发展的一个 我们怎么说呢 核心竞争力在哪里 还是要去好好dig一下这个公司 才能够发现得了 那今天的网课 其实到这里也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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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